三拜 请工作人员提香 新本市议员秋风瑶服务处29号上午举办的乔迁仪式 将原本位在中和连胜街72号的服务处搬迁到93号 而这里也是秋风瑶小时候住过的地方所改建而成的新大楼 颇有传承巡回初衷的意义 秋风瑶议员表示 搬到新服务处的场地比较大 一楼让助理们方便接待民众的陈情 二楼则有法福的空间 以及阳台可以公举办小型活动 希望未来民众可以多多来串门子 能够提供更宽敞的一个办公的环境 提供我们来服务市民 当然我们二楼这边还有规划一个 可以法律咨询的一个处所 那也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 可以来到连胜街93号 公瑶服务处还有我们所有的服务团队 都会结成非常的贴心来 来帮忙大家 而在侨倩仪式上 综合各界几乎都有代表出席 将服务处挤得水泄不通 包括综合区长赖俊达 综合区里长连议会会长谢森如 以及各里里长 地方的公庙代表 各社区发展协会 钥匙工会以及双额医院 等一届代表都派人出席 而前综合区长邱锤毅 也到场感谢各界对他们的支持 未来会更用心服务所有的综合乡亲 记者赵世约综合采访报道